一男子制作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挂象视频并上网传播 获行一年 微信公众号鄂尔多斯公安宣传一警无报道 12月13日消息 12月4日 12日 鄂尔多斯市依经霍洛奇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罗某某侮辱成吉思汗挂象案开庭审理 罗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17年5月20日 被告人罗某某在银川市宾河新区音乐文化广场西林浩特蒙古包内 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挂象 并拍摄视频于当晚发布到快手网络平台 后该视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内大量转发 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 部分群众到公安机关报案 要求严惩涉事人员 该视频的传播和转发给当地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罗某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 证据确实 充分 事实清楚 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通过庭审 举证 制证 结合案件犯罪事实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 一经霍洛奇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罗某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并在庭审过程中就其所犯罪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表示歉意 至此 厄尔多斯市公安机关侦办的制作传播 侮辱成吉思汗挂象视频案告已终结 1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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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